大家好,我是郭追,今天是4月14號 我現在在紐約 那今天美國超過六十萬病例 而紐約就超過二十萬病例 紐約差不多百分之一的人是病了 那上個星期我有一點不開心 因為我有一個八十歲的親戚死了 因為新冠病毒 前天,紐約州長說 那以前大家不在乎口罩 那現在他們覺得口罩很重要 所以你們可以看看在街上很多人戴口罩 或者戴那個布口罩 有一些人戴特別高級的口罩 那現在CDC說需要戴口罩 and他們告訴大家在家裡怎麼自己做口罩 比如有可能用布做口罩 這是醫院旁邊的星巴克 那如果你在醫院工作 他們給你免費咖啡 and這個星巴克還開別的都關了 他們站在這裡等這個餐廳的外賣 餐廳不要你們在裡面點菜 他們要你比較很遠很遠的地方 他們要你自己刷你自己的信用卡 以前他們幫你刷 現在你要自己刷 and現在進去超市需要排隊 為什麼? 因為超市要控制人數 我有一個朋友他琢磨去中國超市 他需要排隊兩個小時 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很panic 大家都去超市唱很多東西 但是現在大家已經習慣 沒有人去唱很多東西 沒有人去唱廁所著 那星期一到星期五 大家可以來公立學校 那免費的話 那誰付這個錢 是牛市政府付這個錢 那不是全美國有這個 we got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ok 就是全部一天 有三明治豆子水果 三根牛奶 有一個甜品 and就是夾雞 豆子 那現在街上人不多 所以我們的牛肯定很餓 現在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人 因為警察病了 50個公共交通人員死了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要一直在外面工作 他們沒有辦法在家裡工作 以前他們沒有口罩 那現在政府給他們口罩 那除了在醫院工作的人 我真的要謝謝警察 在超市工作的人 送外賣 公共交通人員 還有等一等 在美國我們的Fibo Yunnan Cafe 已經做好了 但是因為疫情沒有辦法賣 所以今天我要全一些給醫院 那現在醫院的情況怎麼樣? 4月8號新聞說 More than 90,000 retired and active healthcare workers had signed up online to volunteer at the epicenter of the pandemic including 25,000 from outside New York the governor's office said 但是 Mayor said last week that relatively few of the volunteers had started working at hospitals because many were not qualified to work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醫護的 volunteer有錢拿的 因為醫院真的是要人 有一些護士一個小時可以拿到130美元 但這方式就是 差不多所有的醫院的PPE都不夠 那隨時有一個分子聯繫過 他說他要捐2000個口罩 我們是一家在美國的華人快遞公司 今年年初的時候 咱們國內疫情剛剛爆發 我們也承運了很多醫療物資回去 但是其中有一個訂單就是到貨比較晚 等我們收到貨的時候 國內疫情已經大大緩解了 所以說這批口罩就一直是滯留在我們的庫房 那麼現在我們就把這批物資 交給靠譜的老郭 讓他在紐約交到 真正集區他們的人手裡邊 那我真的要專門謝謝這個粉絲 因為現在在美國 一個N95的口罩是差不多10美元 那我幾天前聯繫 以前採訪的 Columbia大學的教授 他說 Harlem Hospital真的是有口罩 那這是醫院 你們可以看看他們把冰窗房在哪裡 I want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Chinese fan who is so instrumental in donating these very important N95 masks a total of 1,750 masks that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sent to Harlem Hospital here in New York City 除了,什么人在抗疫苗里? 有没有抗疫苗的抗疫苗 所以现在,只有人们在抗疫苗里 有些人有多疗疗疗病 需要医院的病毒 所以我们在谈论我们的重新的抗疫苗 是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抗疫苗 我认为有足够的抗疫苗 使用了抗疫苗的抗疫苗 在这一个时刻在新亚国有一个急选择的医院 它们非常重要的 要求我们试试试 也仍然有需要 危险的医院的医院 每个人的疫情感受不一样 有一些人觉得很平静 他们觉得几十万病人就是一个数字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经常 你是医生 你是一个新闻人 或者你是家里有人死了 或者病了 你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数字 你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生命 那现在在纽约是十几月了 很多funeral home的人他们去医院拿尸体 然后自己买了 如果你没有钱叫一个funeral home做这个 政府会帮你做这个 他们怎么做 他们把尸体放在一个纽约的刀 这个刀一直是用来放unclaimed bodies 或者是没有钱做一个funeral的人 那总的来说 因为在纽约我们做social distancing做得不错 所以每天的新疆病例没有越来越多 现在资料费应该是政府付的 他们快谈好了 那现在在美国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的问题 过去了三个星期 在美国有1700万人丢了他们的工作 这是10%的美国的workforce 那这就是美国现在疫情的情况 好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 我是郭杰瑞